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却有一些大将的风范 其实这个化学反应我觉得是合适 就人跟人在一块真的重要的 不是说谁到底有多优秀 就是合不合适 你看Kat的经验很丰富 但他的特点就是什么 他打了这么多年 他整体打法还是偏激进的 他还是偏凶的 然后他很有想象力 如果你完全是一个只有经验的老将 缺乏了这份冲劲的话 你跟这么多新人在一块 也未必有那么好的化学反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很沉稳类型的 过分沉稳 那种打法 你跟这些新人可能磨合不到一起 因为新人的打法是 对 新人的打法一般都是非常是 善于表现自己打得很激进的 对 就是新人想打 你老拽我干什么 但是Kat吧 他又是有经验的同时 他又愿意打 所以其实整个队伍的磨合 磨合得非常快 也就在这个阶段 给了我们巨大的惊喜 现在看一下 这场比赛推荐到的是 佛山第二季 佛山第二季的话呢 就不用再多说了 大家很了解 然后包括说其实 这赛季也有了很多的进步吧 其实我是个人感觉最大的进步 还是体验在刚才板子上 孟兰这个点上 你感觉孟兰这个点怎么说 进步了 我真觉得进步了 就是优势继续发挥 然后这个短板不停 不停往上提 说白了就是 以前可能说 这个秀跟这个死的比例 一念之间 六四嘛 一念神魔 现在是一念神神神魔 就是失误率降低 然后场均死亡变少 同时他的这个凶还是依旧凶 但决意其实也一样 决意在最近比赛之后 他的这个场均死亡 降到了1.6左右 其实他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时候 他的一个场均死亡是蛮高的 但是在第三轮的时候 整体上面全降下来了 但他的输出量 还达到的第一轮的那种高度 对 他其实跟刚出道孟兰很像 两个人风格有点像 只不过他头感觉更铁一些 但他削发明智之后头不铁了 这个蛮厉害的 孙命张飞一新 这把的话 老杠天大鹅是想把赵怀珍 和夏洛特放给 弗兰迪亚基去选 但是迪亚基没选 因为你如果在红色方 把赵怀珍夏洛特选了 那么杭州老杠天大鹅 反手就是一个夏吾敦 最近孙命已经各种上班位 孙命夏洛哥 也是个固定组合了 后面就是看 弗兰迪亚基的一个边野 然后他会决定 他的这个站边出什么 这把夏侯敦大概率是个打野 嗯 大小鞋驾到 他们很适合 因为小洛这个点 他的站边还是比较厉害 是的 先打个苏绕香 其实真的就是新人 能给大家很多这种观念 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时代 大家俱乐部都成熟 战术都起来之后 你很少看到那种说 一个人让你感觉 哇 这就是个人表现很亮眼 这很难 但是在这个赛季 杭州老杠天大鹅的小洛 就通过他的一个个人能力 让我们一下子记住了他 没错 包括决议其实也有 就新人有他的冲劲 对 上一场比赛是花布兰 一个人打三个 你看第二轮班位 夏洛特花布兰全给你帮 针对小洛 对 公本 还办打野不 预复 哎把这组组办齐了 然后先拿一口关羽 DiG的这后几手的一个选择上面 全都是在针对小洛 对 先是班你两个英雄 然后我拿掉一个 只有黄铁可以选了 你没其他好用的 海域 海域这把倒是挺 康特这个关羽的 来说现在 在思考怎么弄 看有没有人可以给他 分担一些 团结一下压力 是的 凯 关凯 那还好 就是张飞加凯 我们把当 加关羽 勉强到两个半前排看 关羽不算 当双前排看 就还越打单前排比较 双前排稍微能好一点 双前排的话 你拉一个进去 人家还有个前排顶在 正面 而且张飞是负责拆火 和补控制的 然后凯这个英雄的话 他是负责进场去搅乱战局的 然后让关羽进场 那打到这样一套 这种的话 杭州老格林大鹅 他的海悦就可以不着急 去拉人 他可以先通过孙命和夏侯敦 进行一个拉扯 进行拉扯 打打小控 然后掩护 哥亚打输输 后面等你关羽进来的时候 海悦就单防一个关羽就可以了 其实这阵容不依赖海悦选手 就有下有孙命的夏侯 基本上就是加引号的失了智 就是不要想太多 你逼近眼干就完了 不能有一点松 这局感觉怎么样 阵容上 这局感觉阵容上都可以打 都可以打 蛮关键的 辛劳碰撞 攻抢胜者组 这关键局了 其实在季欧赛 有个胜者组还是有挺大的帮助 是的 输出占比上 你要是进到胜者组之后 你一个季欧赛的试错率就高了 毕竟两条命 其实真的是 其实现在很多队伍 我们看到S5队伍 大部分队伍都蛮需要这个胜者组 像前面说过老干净大鹅 毕竟你现在再强 你也是一堆新人 你在季欧赛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水土不服 心理上的一个适应的过程 你有个这个胜者组 哪怕你真的输一场 你适应了这个赛场 可能一下崛起了 对 还有就是英雄池上面那些关系吧 就比如说小洛 小洛他上一场比赛打完之后 自己也说了 自己的坦边可能玩的不是那么好 这东西要经验 对 那打到BO7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把都是一个战边 像现在一个BO5下来的话 小洛基本上是五局里面能拿到三把战边 没错 但BO7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他们迫切需要胜走的原因 至于博山第二季 其实第二季一直是个强队 但是他们一直以来也是有个状态问题 就是他有点起伏 其实对于这队伍来讲也是多一条命就是一条命 这队伍他的状态起伏很神奇 对他不讲道理 他有时候是教练 教练状态可能不是很好 掏一些阵容 但是选手的状态好 然后选手有时候可以打出来 但是如果都打不出来那就没了 但有时候选手选手的状态不好 教练的状态好 拿的阵容贼好 但是选手赢不出来 所以就是说你多一条命是一条命吧 现在很多队伍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胜者组的名额在今年特别关键 感觉比起往年来要重要很多 往年有时候你感觉有的队伍 胜者组其实好像都没啥太大差别 大家都能打 来吧 双方的第一局 蓝色方 杭州老干爹大鹅 红色方 佛山 DRG 确实是新老碰撞 一支是全新的组成的强队 一支的话呢 是老牌竟旅 五个人在一起打蛮酒的吧 初心荣耀 百战成名 杭州老干爹大鹅主场 今天到底胜者组花落谁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 结果比赛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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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大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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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开局 要直接进野区的 一个双城进野区 而且是把所有人家放中路来抢线 哇 上路关羽这一刀 直接给小洛顶回塔架了 狂铁率先抢到了二级 快速把这个buff反掉 两个城全交了 对 就硬抢 drg在玩到凯关阵容的时候 确实是在野区入侵方面是比较不讲道理的 对 特别蓬蓬的属性 龙龙用到凯章那些英雄 他非常舒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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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期会非常的脆 一旦你让他舒服起来 情形太恐怖 可以特别配个生病 其实他们这个上半区 真的挺厉害的 夏侯家狂铁 实在是架不住 别人双成金你也去 中路的河道之林 有逞 逞掉 DRG第一波野怪 真是赚得盆满波满 不过这波哥亚来帮着 一起抢中线了 那夏侯敦这个蓝区 第二季这波就不未尽了 但是注意一下 哥亚的决议的鞋子的选择是护甲鞋 隐忍之则 然后他带的是一个闪现 对 那后面如果不换鞋的话 比如说轻轻啊 容易被控死 有可能 是的 不过他出这个鞋子 也是为了跟苏让香好打对线 对 后面可能会换鞋 小敦这个英雄打野 他强就强在 这是一个抢中型打野 抢中 像一般我们碰到的那种像弓本啊 镜啊这种野核型都是帮忙编路的 其实他有点像赵怀珍的打法 对像赵怀珍 夏侯啊 白起啊 这种都是抢中的打野 进野区 骚扰一下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抢中 对 对 好不 先赶人 回头 用生命的雷给自己打个弓 老干天大鹅这支队伍 是一直非常喜欢抢中路 然后找机会 转到野区或者转到边去打家的队伍 对 所以不然第二季在对到老干天大鹅的时候就一定要清楚 如果中线抢不到或者说中路没视野的情况下 尽量把中线直接放了 就不要硬抢 对然后派一个人或者派两个人缩在塔下后倾 然后双边线一起推出去给到老干天大鹅边线压力 对 这头别挺 对不要跟老干天大鹅在这种抢中打法上硬碰硬 其实自古抢自古打架抢中轴 爱打架的队伍都爱抢中 去打一个回合嘛 上一波你的进攻回合 那我下一波第二季在边线转中继续拿 迂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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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迂的来解决问题 对的 我看这波 脏杯 注意一下 后点 护驾鞋加上 哎呦 这个框泡完之后回头自己交出闪现 这难接 太远了主要是 对 想法很好 因为决于这边一枚进化 二枚队友 三枚抵抗鞋 这波技能都交完了 这波技能都交完了龙就没了 龙没了的话 戈亚的对线可以打得更凶一点了 双方射手 你让你战斧 刺成知道清风没闪现 直接上来打你状态 对 这个决意 我真的觉得他兵器以前的成长在于 他其实不是说他保命的技能叫怎么样 他就是他不舞脑压了 对的 给追 刺成反拍一手 把蓝抢到了 掉头过去 蓬蓬还在追 开起大刀 抡起来三根阵阵跳 跟个黑鲨爆弹 一血拿到 张飞掉人头 人头给到格亚 海悦拉走了左掌枪 这波可以拉进去 直接形成击杀 两个人头 哇 这下好伤 主要是孟兰党 因为在刚才这波团上面 张飞没有大招 是的 张飞没大招就缺少一个拆火点 中塔也掉了 一波炸了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对 本身是DRG下路主动想起节奏 结果没成功 把自己的几个关键技能交了 比如说异星的一个闪现 还有张飞的一个大招 然后老格林大鹅正是抓住你这一点 又拿龙又进野区 找DRG打架 只有凯一个人有大 关羽的话在正面摆手绕不到后 对而且看这波小洛进场之后 他其实是把所长相和异星的位置赶走了 然后关羽因为海悦没交大楼 他不敢进场 而且小洛是分割战场 摆手这里没办法 进不了场 只能回推 但回推回去的话 还是这个狂蝶 推回去你也处理不了 对的 有二次分割战场 但我跟你说这真的就是 就是年轻人多的队伍 他一直在连胜当中 打架越打越自信 他很敢打 对很敢打 就是年轻人多的队伍 就要一直赢下去 顶着这个事情 下路直接卡二塔位置了 各站一边 四个嘉宾 但以目前的经济差来看的话 DRG这把已经很难打了 非常难打 因为他们的阵容 可能坚持不到 总统还有一个大后期 没错 而且其实这把百兽不好绕 一旦到这个局面 本来有个海悦就在叮咛 还有个孙病这样的英雄 而且就像狂体 夏侯敦这样的英雄 全部是就是 顺风 特别猛的英雄 对 顺风非常神勇 还有一定的续航能力 对 就很厉害 然后打的正好是你发育型射手 你发育型射手 在穿透的装备还没出来 就那件破桥没出来的时候 打老干爹这一套 带着孙病的狂蝎夏侯 是很难打的 对 就这样 如果像DRG开局的那种优势 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的话 还好 就下路那一波 下路那波就非常关键 就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了 一旦到逆风的话 黄铁夏侯太厉害 那这两个英雄如果是逆风的话 这样的英雄其实就没有那么狠 特别夏侯 特别夏侯 他很像以前那种打野猪八戒 用蓝的装备才三才两千 才五千一啊 才两件套 早呢 他还要一个无尽 还有一个破桥 看着他孙病给加速 两个人就往上顶 小路卡在侧面 海悦带走 把百兽逮住了 出不了连环 麻烦断腿 对 才能救一下 一星直接给大招 这不只能一打 架起来 在大招里出不去 真救不了 火力上面拼不过 你光给技能控场没用 现在清风架住了 小路啊 一个人压在最前面 再拍起两个人跟输出 阿改 来 插一下 被吹掉 一点脾气 两个左右门神一样 而且如果只剩下一个 素让香和一星的话 中国高地也可以尝试压一下 前面黄超说那点太关键 火力的问题 就现在清风的一星 框到之后老爷大哥都不退 就在你大招里打 是 白兽是真没办法 下猴打不过 狂铁打不过 还有个海月盯着 一张宝军 看下这波 想救的 根本 但就是这一个狂铁一个下猴盾 就拦在团战的正中间 其他人没办法去把这两个点赶走 你如果赶不走这两个人 就没有办法把关键保住 这两个人血都不掉 对 而且他们的技能频率很快 冷却短 三海高 是的 就现在他孟兰这个装备 枪堂打炸的都打不死这两个人 这狂蝶苍穹也有了 对呀 手握一个苍穹 自己一身的保命禁 小尔尊又肥 关键还有个孙病 对 给杀宝军 盖下来 手里大招还没好 很极限 二塔守不了直接给了 这只能说一个是 第二季第一波没出效果 一个是老干爹那波 机会抓的太精准 就打你个技能cd 而且抓住之后 他们的节奏是很连贯的 非常快 其实中间只要稍微节奏断一下 才都打不出现在这么大的优势 是的 十分钟六千 孟蓝无尽 这波老干爹也去一空 直接回头打个双龙 如果双龙全都能空下来的话 那应该会在 十四分钟前 第二季这把就没了 只能说现在期待一下 中间有没有那种奇迹团 奇迹团的话 有点渺茫 但是你 因为有个孙并在 其实主要有个孙并 对啊 如果没有这个孙并的话 打团是有可能 打出一波奇迹团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点 就是我本来想说 正常来讲 我们会期待下优势方可能 会不会有失误 但就以这个阵容的容错率来讲 加个孙并 你想出失误都很难 就只能看说 一个是孟兰自己的经济 现在七千八 完全不够的 不够 再顶一会儿顶出破晓来 顶出来之后 看团战就有没有那种 大家想象不到的那种团战 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 这把很难打 有一种情况团战是能打赢的 比如 比如说就是 在早点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苏让翔一枪接关羽一刀 一心一拉 这三个技能 一下子把海悦给秒了 只有这一种情况 后面的团战低压技 可以追出去 再去把戈亚给击杀掉 还拼起来 哎 反手 一套 直接打中路 张飞吼一下 再闪 直接过来一心先导 侧面输出跟进来 黑沙坡倒往里一盖刷枪 没有输出环境啊 这波开了算可以了 翻过两枪 哎 二连击破之后 被打掉的正面 超级兵压进去了 你看下后蹲啊 事成啊 偷家了 字路极其清晰 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 孙并卡在侧面 就不让你过去 没办法了 来不及来不及 虽然想都回不去 让我们恭喜杭中 老干爹大鹅 刚想说 好像有点那个奇迹的影子了 事成说不肥哦 抓了波单 看着还有机会 没想到 事成 把低压技的水晶给偷了 没错 那就是 自信 且思路清晰 节奏打真快 一波也去之后 直接顺路拆中一塔 然后就再也没给机会 十分钟 仅仅差达到了六千 让我们来听一下 评论鞋的看法 这把其实双方在对抗的过程当中 确实会发现 从前期开始的碰撞 LG这边就要占比较大的优势了 他们这种感觉前期就比较猛 我觉得 迪亚技这边唯一的一波机会 就是他们在下路 有一波三个人去跃双枪 去跃那个戈亚 但他们的配合可能说没有配合好 然后那波技能加完之后 对 技能真攻击嘛 然后下一波蓝区掉了 就是因为战分没有大招 然后下一波团可能说 也没有打好吧 因为那波 黄铁吃了很多伤害 加上 一波关羽把那个 黄铁推到四个人脸上 但是格亚那个大招 拆过拆得特别好 那波团已经决定了 老格列前期的优势了已经 而且 就怎么说呢 你越往后面拖有个生命 你是越难打的 对 毕竟比较灵活 再加上关羽因为有个海岳 进不了场 去盯着你也进不了场 没有环境 对 老铁的海岳还在那边中二塔的时候 是主动去找了一波白兽关羽 主动做的一个盯放 对 但其实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如果你关羽一直在边路待着 第一你待见待不过嘛 然后你只能找机会放线来正面 但如果海岳就是有意识去盯你的话 你确实也没办法 正面他们其实要开 你要说要开也没那么好开 因为异星如果开个大招 孙命如果开个抬速 反走一个沉默 然后拆毁其实挺到位的 对 如果说你要上局闪开的话 前提也得是张飞位置绕好 对对 比较苛刻 是就感觉这把 其实第二季他选的异星张飞 还有一个关羽 我觉得他其实在团阵中的画面 他想象当中应该是很美好的 但是可能前提还是要在于这个孙上香 发育成型 他们才能有足够的输出和爆发 但他们开局的一个人员分配是做的不错的 对的 开局是三抛不开 对 但可惜是下路那一波做的有点伤吧 我觉得 然后家里第三个蓝还掉了 我觉得他们那波配合 如果是一星如果先手一二帮忙抗联下塔 孙岸香如果把伤害打满的话 是有机会杀的 那波 但那波好像控制力没接上 那波张飞碰完之后 一星是第一时间位置有点远 对他是大刀起的手 然后导致孙岸香可能第一时间要他来扛这个塔 然后导致孙如果扛打的话只能打一强 伤害其实打不满 所以说伤害其实不太够 那波其实刚好是卡了一个四分钟的节点 对对 是没有一个防御塔机制的 没有一个保护机制的一点 是第二季就是那波 其实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再配合起来的话 还有一些细节 没有就是完全做的比较完美 而且他们这个人如果裂了之后 可能只有导致孙岸一个人有伤害了 对如果拖到导致孙岸有装备了 就跟最后一波一样 导致孙岸最后一波可能割一波 然后我滚到商家脸上操作起来的 操作一波 但是没想到最后被孝敦偷家了 是 夏侯看你们这边 是的 情况还不太对 不管了中路有条龙 其实我是觉得情况有点不太对 最后一波 其实这个阵容就是孙岸是绝对意义上的合 夏侯的话就是来正面开饰演 称坦度 就是LG大额他这一把执行的战术 然后打出的一个风格就是完美的印证了 他在蓝色方一楼选出孙岸 就是打出他想要的效果了 我觉得也是这套阵容 首先他拿了个孙岸家夏侯针 有点偏摇摆吧 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会出野荷 还是说把夏侯针放在一个打野的位置 像他们这种夏侯针加狂铁一起拿到之后 他对抗 他在对抗路的战斗能力是特别强的 对 而且中轴其实也是比较优势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就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拿孙兵夏侯都对太多了 基本上都是固定打野 夏侯感觉前期在打野区的一个作战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对 他是当做一个开视野 不管是伤害开视野 打控制就感觉 六边形战士 六边形直接拉满了 六边形战士 对 功能性特别的强 有真实伤害 有控制 有回血 对吧 然后还带霸体 位移什么都有 来看一下本局的MAP也是给到了杭州LG大鹅他们的这个体系的核心 孙并 CAT 他应该在一场孙并的时候已经想好了这把这么个打法了 嗯 刚刚还我记得给到了CAT的一个镜头 他在喝水很淡定 就虽然说我们 他在吃香蕉 是在那个场上的时候打完 很冷静 对 我觉得CAT现在就越来越冷静了 毕竟是 老匠 老匠 真正的老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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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赛季杭州LG大鹅的成绩真的非常好 就一开始可能会有点起起伏伏的 但是到了后面之后可能有点 逐渐稳定下来 逐渐稳定下来 后面就一路连胜了 对就觉得从卡位赛之后 其实这波是最伤的 这个篮其实掉了有点伤 5分钟 对 这波人哪怕不死 其实这个篮掉了其实也挺伤 其实这波主要是 首先狂点进来之后 你看哥亚这个大招 对 一个大招 对的 我觉得这一个大招一放 这狂铁在这边 基本立于不败之地了 然后加上海悦这边闪现 再拿一个送上枪 确实前中期送上枪拿老干天这个阵容 没什么办法 对的 太缺伤害了 送上枪其实是特别怕神病 因为是 除非异心 狂闹人 加上他有装备之后才能打得懂 不然连人都打不到 对 你如果前击这个阵容不做优的话 因为本身 弗然第二季这个阵容 前击是没有对抗性的 嗯 它整体就是靠打大团 但是你 大团接起来的话 伤害就是不够 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前要有优势 首先他们开局做得很好 三MUFF开 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 如果能来武林越发育路 帮双枪打出优势 就像他们前击三个人越 但如果那波是四个人或者五个人 那波越塔成功了 双枪经济起得快 那就可以围着双枪去打团的话 说不定机会会大一些 要再绝一点 对的 但这种双枪不好转 对 它没办法很快地去吃两线刷经济 是 然后关于这个点又被海悦一直盯的 对的 所以让白兽这边也很难去发挥出来 这波其实是有一点机会可以开始操作的 就是双枪 但是赤诚的下猴蹲 是已经在点水晶了 我感觉木梁有点急了被CAD卡住了 其实他这波有机会来把这个兵清掉 其实是有机会守家的 但是他被孙命雷丢得很烦 那已经有点恼羞程度想把那个孙命给杀了 恼羞程度 我觉得他应该回不去了 就是我刚看到 其实他可以再有个测滚 可以不用去追孙命的 如果守家的话有机会守住 能说赤诚上大分的人 对 没状态了 我觉得他过来的话赤诚一个大分给你锁住了 对的也是 嗯 就其实今天的第一局 你会发现第二季这边 就是还是他们的阵容 虽然选的是一个大团的阵容嘛 但是你会发现LGD这边 因为有一个孙病的拉扯 所以其实他们一直都会通过二技能 然后大家去分散一个走位 哪怕我们看到就是一星他先手去开大 框住人 但是他们不会说第一时间 老根捏不会第一时间跟你碰撞 不会第一时间跟你打起来 其实主要一星框到之后也很难跟伤害 首先关于他会被海月盯住 是的 然后VIA自己还有个大招会拆火 会形成一个没有人可以去能补伤害的画面 应该是 再一个是夏侯配孙病 前期因为是打野夏侯嘛 等级比较高 然后坦度也比较高 加上孙病的二技能抬血 以及夏侯的被动 其实在整个前期的坦度是要比凯高的 其实可以说是只要有了优势 夏侯就无敌了 对 对 所以你看到人头上也是这样的嘛 就会觉得第二季越往后面打 因为他前期导致他那一波下路决策 没有执行的特别的彻底 然后没有得到一些很大的优势 所以到后面的话他就越来越难打 也可以说他只有算下有优势 这把可能会有一点赢面 如果算下没有优势 基本就是 因为你这个阵容想等着关于去收割的话 我觉得 因为有个海月这个点 所以他不好去打 只有正面打赢关于才能收割 前提是什么 就一个很理想的画面 就比如说那波蓝区 如果张飞是有大的 你一星一个框 然后张飞极限喷之类的 因为各压是护甲钱的 喷到的话他肯定是动不了的 就会有一些机会能这样靠 对 关于在后进上 加上凯往前顶 对对 算下也有环境 就是你整体得打出非常梦幻的一个团战来 梦幻这个字 对 梦幻的 非常梦幻的一个团战 对 那波其实会有一些点 就是一星首先没有框倒人 张飞也没有大招 其实就是凯一个人去把伤害 其实凯的伤害已经打得很多了 其实那波伏比就是因为张飞没有大 对 没有大就是因为在下落那波 他们想去压那个哥 又没压死 那一波又没出节奏 然后蓝区的话 老甘迪也知道你张飞那时候是没大的 等于是被迫接团了让他们 所以说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 LG大额在今天的第一局一上来 我感觉他们状态就很好 然后包括大家的思路也非常的清晰 对对 然后大家五个人 就我们刚刚还在下面讨论说 感觉这局到底应该凭给谁MVP 大家都觉得好像这局 每个人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每个人打的都还可以 是的 那斗鱼KPL多屏观赛功能正式上线 进入斗鱼998发送指定弹幕 或点击多屏观看即可同屏观看多个选手视角 全新观赛体验尽在斗鱼直播平台 来虎牙看KPL累计签到14天 游戏皮肤选手签名照等观赛好礼等你来拿 重庆狼队 广州TTG等战队粉丝 上虎牙锁定选手直播 精彩不容错过 上快手搜KPL一起为鞋的战队加油 精美周边海量QB皮肤道具等你来 上咪咕看电竞观看全量赛时精彩内容 独家VR视角观赛全新体验 那其实我们今天赛前有讲到过这场比赛 第二季如果拿下 他就可以锁定我们最后一个胜者组的名额了 但是其实第一局他们很遗憾没能拿下来 要看一下他们后续的一个表现了 让我们稍休息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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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